记者国安家台北报道,为了米平北市公司立幼儿园学费差异,北市府预计编列1,49亿元预算补助就读私立幼儿园4岁专班孩子每学期5000元补助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下午于议会市政总质询,面对市议员陈正中提案私有3,4岁专班每学期补助提高为13500元。 柯文哲阿沙利回应,Yes,可于明年9月1日实施,但他要设定牌付条款退场机制。 柯文哲表示,该设服政策大原则是没问题,但一定要设牌付条款户籍限制,且仅限于北市幼儿园,父母要共同设及北市,但他速度强调,该补助退场机制一开始就要讲清楚。 谈到退场机制,柯文哲说,补助学费目的是要弥补非盈利幼儿园、公立幼儿园与私立幼儿园的学费差异。 但到一个程度,要将私立幼儿园转型往非盈利幼儿园,但制度设计要更细致一点。 教育局长曾灿金认为,如北市公私立幼儿园比例达到7成的隔一年,补助即可退场。 预计112学年度退场。 北市府预计明年9月1日起就读私立幼儿园4岁专班一般升每学期补助5000元,低收入护则补助7000元。 但陈正中提案,私幼4岁专班补助金提高为每学期13500元,预估要3。23亿元预算加回13400人。 至于私幼3岁专班一般升也,每学期补助13500元,预计要2。38亿元,他认为经费可由教育基金支出。 对于13500元方案,柯文哲回应YES。